进化全案的关键人物都已经被收押 代表第二波的侦查行动要开始了 可能会锁定柯文哲金流的部分 但检方该怎么突破案情呢 不排除会先从前北市副市长彭震生来下手 祭出污点证人制 柯文哲的确是全案关键 但彭震生的说法可能会扭转所有局面 毕竟传出他主张是奉柯文哲指示主持都委会议 有没有可能为了获得自由像挤牙膏般透露案情 而以法院态度来看 彭震生 沈庆金 应小薇以及应小薇助理吴顺明 抗告都被驳回确定积押 法官受押克文哲理由认定他涉嫌图利罪 只不过针对受惠部分仍要补强证据 一定得要查出明确金流才能坐实贿赂 至于对象肯定是从沈庆青着手 一般来说当案情陷入焦灼时 检察官比较会同意由部分被告转污点证人 但金华城案主要人物都已经在押 检察官不一定只有这条路 仍可采强硬态度来办案 如果被告们觉得事实已经明确 他们还是可以采取认罪的方式 法官之后还是可以以他们犯后态度良好 来给予比较轻的刑度 下周检方可能就会借题应小薇审庆金等人 整理好证词 接下来才会轮到柯文哲 一旦从其他被告找到破口 就是重大发展 TV的新的黄军国吴雅他有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